宋对外战争胜多败少,为何还说唐强宋弱?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,唐朝、宋朝因为时间上的接近等因素,经常被放在一起,比如唐宋、唐氏宋慈等,对于唐朝来说,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比较强盛,而宋朝则相对弱小,经常挨打。 不过,有网友此前统计两个朝代的对外战争胜率,表示唐朝对外战争的胜率不到50%,而宋朝的对外战争胜率则超过70%,换而言之,唐对外战争胜少于败,宋对外战争胜多败少,为什么还说唐强宋弱呢? 首先,暂且就按照这一胜率,也即唐朝对外战争胜少败多,而宋朝则胜多败少。 休息原因,在于唐朝的对外战争是在开拓疆域,很多战争都是远离本土的区域作战,失败的影响不是很大,与此相对应的是,就宋朝来说,很多战争为了保家卫国,一旦失败,很可能就彻底完完了。 具体来说,胜率之内的其实没有意义,唐朝之所以给人一种强盛的感觉,是因为其用于对外用兵,而且消灭了不少潜在的威胁,并极大扩大了自身的疆域面积。 举例而言,在隋唐时期,突厥对于中原王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威胁。 公元620年、公元657年,唐朝历经数十年的时间,终于消灭了突厥,在突厥汉国的疆域上设立都督府和都护府。 在这一过程中,唐朝士兵虽然在小的战役上有过失败,不过,在殷山之战等决定性战役上,唐朝李靖等将士取得了胜利,并一举消灭对方的主要力量。 除了消灭突厥外,唐朝在对外战争上,还消灭土域魂、高昌、薛岩屯、百计、高沟里等势力,而通过白江口之战,唐朝让当时的日本臣服。 在此基础上,唐高宗容硕年间,唐朝将域面积达到最大值,大约为1237万平方公里,一说1076万平方公里。 与此相对应的是,北宋将域面积最大值,约为480万平方公里,一说280万平方公里。 和唐朝相对应的是,宋朝的对外战争并不是征服战争,而是防御战争为主,期间虽然也主动出击过几次,但并没什么大的成果。 而且,唐朝是武将掌兵,宋朝更多是文官带兵。 换而言之,宋朝士兵的战斗力可能并不弱于唐朝,但是将领的能力,特别是战略仰光子要差很远。 最后,进一步来说,对于北宋朝廷来说,防御战拥有坚固的城池和充足的装备来进行防守,能够取得更高的胜率也不足称赞。 毕竟在经济水平和人口数量,包括装备水平上,北宋都要优于唐朝。 总的来说,一场战争,不是看局部一场战争的输赢的,而是看谁是战略进攻方,以及最终有没有长期控制某个目标地区。 对于北宋来说,胜率再高也没有收复燕云十六州,而就唐朝来说,楚西攻打高沟里,虽然两次失败,但是最后还是被唐高宗给灭了。 这就是战略和根本上的胜利。